朋友们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21日 本期视频的内容是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欧洲和俄罗斯第二次决定性的地面进攻 还请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非常感谢 咱们先来看俄罗斯为什么不在乌克兰土地解冻之前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 对乌克兰发起中国专家们所说的那第二次决定性的地面进攻 说这俄军没能一鼓作气攻下志在逼得的乌克兰首都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和乌东顿巴斯两个闹独立的时控区所在的行政区全境 这三个最主要的军事目标是一个都没有实现 许多国内的专家和那些俄粉蒲粉们最近两周可是一直在鼓噪 说这俄罗斯很快就会发起决定性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 这次必定将乌军事完全击溃实现上面三大主要作战目标 当然也有网友们不理解 即使按乌方公布的数据 俄军死亡人数也不到15000 为什么不增并乌克兰发起第二次大规模地面进攻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很有必要讲清楚 否则国内媒体上那些整天一惊一乍的认为俄军说不定哪天就突然把基辅和哈尔科夫就给占了 说这俄陆军总兵力也就40万人 这次出兵乌克兰呢 俄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动用了70%的陆军战斗旅团 基本上就把东部和中部的部队全给抽空了 换句话说 俄军精锐已出 现在呢 没有多少战斗旅团可以用了 在乌克兰 军队最初三天的顽强抵抗 通过惨烈的巷战将攻入各大城市的俄军肃清之后啊 迅速展开积极的防守反击 利用无人机加远程的火炮打击 和充分的发挥单兵反坦克反装甲和防空导弹的威力 大量杀伤俄军有胜力量 从大量视频中可以看到 进入乌克兰境内的俄军啊 装备简陋 后勤补给不足 再加上是连续作战 使得他们也是疲惫不堪 用泽连斯基的话说呢 就是俄军80%至90%的战斗单位失去了攻击能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 当然过于夸张 但是呢 从大量战场视频中看到的情形啊 俄军确实是丧失了 想开战之初那样发动全线进攻的能力 换句话说呢 就是俄军之所以没有发起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 不是俄军不努力 更不是普京舍不得花板钱 而是俄军精锐消耗的差不多了 当然 俄罗斯可以启用预备军人参战 可是呢 在乌军得到大量军援之后 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只能到战场上送死 况且呢 现代战争打的是钱 现在俄罗斯一半的外汇被西方冻结了 急需的原材料和技术呢 西方是全部断供 跨国公司基本上撤离了 股市到现在也没开门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非常担心普京会铤而走险 动用核武器这个大杀器的原因 从最近一周俄军国防部发言人透露的消息 以及俄军主要动向来看 俄军现在为了挽回面子啊 就是不断向马里乌波尔赠兵 全力拔掉这个牢牢扎在顿巴斯俄军实控区的钉子 因此呢 这里啊 就成为了俄军和乌克兰平民的分场 目前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 正规军和有战斗经验的后备人员有5000多人 最近增援而来的外籍战队呢 也有近千人 加上虽然没有战斗经验 但受到一定的军事训练 决定与城市共存亡的乌克兰民兵组织 战斗人员约1万多人已经是组织起来了 提供军事后勤支持的乌克兰青壮年 有10万人之多 俄军要攻破这座城市啊 必须经过较长时间惨烈的巷战 现在乌克兰守军士气高昂 俄军呢 光靠目前这样的狂轰滥炸 未必能让乌军屈服 即使攻下了马里乌波尔这座孤城 那俄军必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阵亡官兵数字呢 有可能要增加1万人以上 在俄罗斯国内反战情绪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那普京总统还能付得起这个代价吗 咱们再来看下一个话题 说美国总统拜登即将访问欧洲 参加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 并敲定一系列针对俄乌战争的新措施 拜登的欧洲行程包括3月25日前往波兰进行工作访问 白宫否认拜登会跟上次国务卿布林凯那样顺便进入乌克兰境内 根据媒体披露的公开资料 猜测这次北约领导人会议将就敲定对俄乌战争相关的一系列新措施 主要包括这几点 1.在目前常规战争不宜出乌克兰领土前提下 如何对乌克兰提供更有效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及如何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重点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如何大幅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2.如果俄罗斯打击北约国家进入乌克兰的军事物资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车队 北约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3.若俄罗斯以乌克兰生产生物化学核武器为借口 对乌克兰使用联合国禁止使用的生物化学核武器 北约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4.若俄罗斯以常规武器攻击北约成员国 该做出怎样的军事回击 极端情况下 若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使用核武器 该做出怎样的反应 5.讨论如何加强成员国之间 与俄乌冲突相关的情报沟通和政府间决策交流 一般认为北约军事指挥系统有标准的作战流程 但实际上动用军事措施需要各国政府首脑拍板 尤其是需要美国总统点头 简单点说 打不打打击范围多大 由政治领导人决定如何打怎么打赢 由职业军人说了算 总之呢 这是北约领导人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召开的特别会议 北约高峰会形成的结乱 大部分不会对外公布 但一些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白两国的进一步具体措施 会对外公开的 以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同时激励乌克兰人的抵抗 除了集体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成员国领袖 还有一系列不公开形成的双边会谈 拜登会专门安排去访问波兰 显然是为了对波兰给予鼓励和更多的安全承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目前美国和北约大约向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北约成员国增派了2万人 以及大量的军事装备 包括多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加强了对俄罗斯发射导弹的预警能力 简单的说 这次北约高峰会将确定如何应对俄乌战争的重大军事和经济措施 重点是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 以及万一俄罗斯挺而走险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武力侵犯北约成员国 如何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反击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耐心